一样是最新消息来关心的是发生在花莲县吉安湘海滨大道这边一起严重的翻覆意外 游览车呢不晓为什么原因呢 它当时车上是在有30多位到花莲参加全国青年营的年轻学子 那么初步调查是有可能这位游览车驾驶呢在开着的时候 为了闪避一只冲出来的野狗 结果造成了整辆车翻覆 那么其中呢有20多位学生因此受到了轻重伤 那游览车整个翻覆在海滨大道上 车上学生都下车站在草皮上等待救护人员的医治 这起车祸是发生在晚间10点左右 游览车的驾驶表示当时因为闪避野狗才会翻车 负责活动的领队表示共有600多位来自全国的学生 代表参加花莲的自强活动 在晚会结束后有游览车载运回东华大学的途中 其中一辆竟然发生车祸 大部分都是轻伤 刚刚看就是一些刺伤 对对对 所幸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轻伤 不过事发突然许多在车上的女学生都吓得哭了出来 多数是向家里报平安 据消防队统计 共有20名学生分别送往花莲门诺及慈激医院治疗 至于后续责任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记者吴采勋 花莲报道 稍 nutshell 稍enti 稍ithm